魔女精色 苹果祭祀集 习气相关问题系列 外道院与魔性系列阿修罗篇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来信分享来文造灯 与阿修罗Bose老板共事了半年左右 一直很想写篇文章故事 虽然我平时便会写阿修罗的观察记录 但碍于太过主观以及对事实不够全面 偶尔会有误解 不齐全之处整理起来不够完善 便不详细描述所见闻的事件了 具体来说 阿修罗在人道也很普遍 也是一般人 曾经有记录描述 阿修罗男众丑恶 女众美若天仙 但此说法并非绝对的 因外相是前世善恶的积累 所以阿修罗Bose老板虽为男众 外貌上倒是普遍 为正常的眼耳鼻舌 阿修罗Bose老板对自身评价上是不差 但因美貌是主观意识 所以不予置评 阿修罗信奉佛教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所见闻的阿修罗眷属 见到了很多验证 阿修罗为人非常的慷慨 善于不失 也因不失而广结善缘 种下福田 可想而知 经常流转于享福的境界 阿修罗的贪嗔痴意念 乃至欲望强烈 常为此颠倒不择手段 甚至向外到处祈求 拜神佛 买开运遭财 敬业除账轮物 当所求福报存在时 亦堕落至 依附外邪之道 照业起失 艳力更大 当福报消耗至末 恶业来时 可能面临身败明灭 众叛亲密 一无所有的果报 阿修罗大多聪明 行善业 由于亦被贪念牵引 更善于投机取巧 比较不耐务实 因娇贵 傲慢教为懒惰 对利益关系极为追求 为此能冒风险 热衷金钱游戏 享受福报 因追求而结下的 逆意关系 攒极大的比例 总结 阿修罗非常喜欢布施 不论是捐款 请客 帮忙别人 都很积极 也喜欢做佛事 赞叹别人等等 对佛法尽重 但却未能将正法修入心 改变性情 行为举止 倾向于投机 贪婪 高傲 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准 物质享受 不注重 内在修持 反而比较在意 外面的表象吹捧 物质的追求 一昧颠倒 终究得承受 所造善恶因果 随眼扭转 分享完毕 此篇 对阿修罗的特征 解析入微 且精辟 对于正在 消阿修罗到 外道院的 师兄 师姐们 非常重要 是很好的 自我解释的工具文 若您认为自己符合 上述任何一些特征 那么您就知道 这些是您需要改善的盲点 虽然阿修罗 看似有乐于不失的优点 但乐善好施的背后 对于这些善行的发心 大多与佛菩萨差别甚至 阿修罗普遍喜欢不失 这当然是好事 但不同的是 阿修罗是有条件的不失 他们大多是因为 想要从这些不失里面 获取自身利益 所以很乐意 很大方的给予 可能是为了面子 可能是为了条件的交换 可能是因为对方 还有利用价值等 反之 佛菩萨不失 是为了利益众生 而不是利益自己 如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说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 无助于四项 只专注这个利益他人的目的 佛菩萨不因这个人 无法回报他 他们就另于伸出援手 只要是需要帮助的众生 佛菩萨随缘欢喜地协助 这样就看得出两者的差异 但请别误会 此文是观察许多阿修罗后的结论 并不代表每位阿修罗 都一定要包含所有的特征 才叫阿修罗 毕竟每个人心性 类似所造的业力 生长环境不同 都会造就独特的个体 阿修罗是贪称痴的体现 也是有轻有重 所以修编入阿修罗性的程度 即是贪称痴的生与浅 小编以前也是 前三世修编误入阿修罗道 所以在写此篇文章时 绝对不是纸上谈兵 在还没被开示出 有阿修罗道外道院之前 小编是个每天都在生气的人 但自己却不自觉 一点点的刺激 都可以燃起小编心中的怒火 而且会闷烧很久 火苗难以熄灭 即使消气了 也是潜伏 一遇到事情又会再度燃烧 情绪全写在脸上 也付诸于行动 正常人认为是芝麻小事 但小编却非常介意 旁观者听 别人都知道我有问题 但却没人胆敢告诉我 直到外道院被开始出来 大家才开始说他们也有发现我的情绪问题 哇哦 小编那时候心中纳闹的想 您们这些人 怎么都事后诸葛啊 笑 而且是好几个人 并非只有一个 哎 只能说自己业障深重 过去是宁于给人提醒 也没有广结善缘 导致自己真正有问题 需要修正时 却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及时的点话提播 这是自己所造的业力 绝对跟他人无关哦 言归正传 小编仔细观察自己在萧阿修罗外道院的期间 发现以下状况 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一 心情起伏 一 突发无名火 别人很稀松平常的跟我谈话 却莫名觉得很生气 有些人则会有想打人的冲动 二 无法包容他人 别人做了一些影响到自己的事 就无法忍受 三 争辩 因为无法包容 加上小编本身 有距离力争的习性 就会常常找对方理论 想要拼个高下 拼个输赢 四 执着放不下 脑筋卡住 烦恼放不开 会一直执着在上面 五 情绪不稳定 情绪不稳定 放大 解释 别人对自己的言行举止 且常常认为自己被伤害 磁藏很乱 所以经常私底下会爆哭 宣泄情绪 六 误解 因为脑筋不清楚 经常 经常曲解误解别人的好意 把他人的好心当作恶意的 二 生理与生活变化 一 皮肤搔痒 常常这你痒 那你痒 全身都在痒 二 四岁 念经念到一半 会直接秒睡 精醒才发现 已经过了十几二十分钟了 三 恶梦 晚上常做恶梦 或者送亲昏睡时 也会乱梦 四 痛 身体各处会莫名刺痛 或如针刺般的不适感 五 行事不顺 容易遇到人来找茬 在路上 常遇到态度不好 脾气暴躁的驾驶 三 销完阿修罗到外道院 一 心事较为清明 脑筋动得比较快 思绪较为清楚 二 以前认为很介意的事情 回头去思考 发现自己很无聊 在遇到相同的事件 与情景时 也没有什么脾气 三 情绪比较平静 心情也开朗许多 四 不再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耿耿于怀 可以坦然的面对 笑笑的就过去了 五 心中常有的无形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六 恶梦与干扰的次数减少 如同之前所述 每个人修编的程度不太一样 加上外道院后面还有魔性 业障 习性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消完外道院后 人生就能百分百的全盘翻转 心性就能马上变得跟佛菩萨一样 就能够成佛成道 往生净土 则是不可能的 还需要透过继续诵经 消除魔性与业障 努力改善习性 并积极利益众生 才会步步高升 但若外道院不消 后面这些好处永远都不会发生 因为有一个外道院 就能无止境地把您陷入这个轮回 相互讨报的泥闹钟 恶性循环 为什么呢 因为外道就是有到处三风点火 四处攀恶元的倾向 外道不追求心性的提升 较执着于欲望金钱势力 而这些执行在在处处都是赵恶的根源 我们现在走在修行的路 每天经济诵经 除了减少物质生活的欲望之外 也要修正自己的观念 但不顺的事总是常常来光顾 有时候甚至络绎不绝 生意好得不得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 退转心是会有的 小编也是身受诸多不顺 与身体上的病痛所苦 然而前阵子看到一篇英国知名佛学家 八十岁的李查德 贡布尼教授对于佛教的体悟 小编觉得非常受用 也常常用来提醒自己 其中他提到两句话 一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 不是说我比别人更纯洁善良 而是我有太多无名与烦恼需要去除 我需要佛陀的智慧 二 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 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具足智慧 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 我需要用谦卑来体会更浩瀚的世界 正因为我们的恶习太多 所以才会在今世受到折磨 如是阴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寿 但也正因自己尚有善根与福报 才有机会遇到改善的方法 因此希望大家绝对不要气馁 因为佛菩萨并没有放弃我们 我们要更积极地面对自己 改善自己 以修正供高我慢心 阿修罗常有而言 包括要学习接受别人的谏言与批评 包容与自己意见相着的方式 老实说真的不容易 尤其当我们工作成就或学力很高的时候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大放异彩 很有一套算是知识界的巨人 常常在日常生活中 而所听闻的都是赞美 被别人捧在天上的时候 随着我们进入修行之后就会发现 尤其在处逆度众道物的团队合作上面 自己的判断与行事作风 有时会不断地被质疑 被欺贫 被推翻 被挑剔 好像自己一无是处 每次想的方法都不好 直接被打回票 这时烦恼心升起 痴心 称心也升起 便开始不愿 甚至与人争辩 尽心思考 追根究底 问题是自己高傲 共高我慢 自命不凡 才有这样的无名 认为别人的方法都比不上自己 认为别人不了解自己的逻辑 其实如同阿伯常说的 一个人真的没有多厉害 虽然我们有自己的专业 但别人也有别人的才干 各有所藏 在工作场合上 因自己的职位 难以听到真实的意见 反倒是在度众时 大家都是平等的立场下 别人也叫不会局限于 未接的问题而不改言 叫能够如实地反应问题 所以 这反而是很好的方式 去发现自己有所不足的地方 若您有共高我慢的问题 常常坚持己见 也不听人劝 建议宁可尝试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适用别人的方法 自己要诚心且虚心地 接受自己也有不懂 做得不好的地方 并谦卑地思考 很多人都能做得比自己好 所以自己要多加学习 见闲思齐 如此才有机会改进与提升 也许一开始是外表同意 内心不愿意 这也没关系 多做几次后 您就能体会 自己的内心会起变化 眼界 心念 度量 都会越来越宽 而且能够真心发现 别人的方法 也有巧妙之处 对于消黑器 与外道习性 必定有莫大的帮助 小编 向回向主的师兄姐 询问 并稍作统计 目前开示出 皈依阿修罗道的请示者 暂已开示出外道院的人数 47% 而夜差道 四肢约 25% 表示有阿修罗习性的人 算是最大宗 为何我们会误入阿修罗道呢 就是因为自己的习性 与阿修罗相应 加上任理不争 一头栽下去 皈依又效忠效劳 导致黑器缠身 难以逃离阿修罗的魔掌 其实外道院消除之后 小编生气的次数 确实少了许多 至少改善95% 但小编也还是会有生气的时候 虽然这些气都不会维持很久 都是小气并非大气 但生气的习性 早因为入了外道已久 已然养成 这也是后续要继续努力修正的方向 凡事都要圆满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心生欢喜 这句话 我常常记得 还有阿伯常说的 凡事不论对或错 都要圆满 虽然圆满实在不容易做到 但还是要努力 因为圆满是我们的护身符 让我们免于与他人结恶缘 再造来世冤结 小编的身体很差 也因为敏感体质 每天都会不舒服 外表看起来好好的 其实全身上下都是病 半事日 阿伯常常打小编的脸 这都是你自己造孽来的 不要怨天尤人 要怪就怪自己 当初为何要造业 不守规矩 以前听到 是你自己造孽来的 怨不得人 心中很是受伤 尤其是身体 已经在承受着病痛 听到的 不是软言安慰 而是指责 在双重打击之下 玻璃心常常睡掉 然而现在的我 知道阿伯的用意 因他后来 看我常常崩溃 所以他 经常跟我说 讲你 念你 只要你改善 不是要你自暴自弃 看你还有机会倒阵 才这样讲你 如果一讲你就生气 不反省 一考就倒 也听不进去 那损失的 只有你自己 所以现在 反而能坦然的面对 也尽力去思考 自己的不足之处 虽然三位做得很好 但做不好的时候 小编就继续送亲 有时送到头昏眼花后 之前那些不悦的心情 也一扫而空 小编没有多厉害 也是普通人 但就自己的经验 提出来 给大家做个参考 建议 有修篇入阿修罗道的 师兄师姐们 仔细地 品尝这篇文章 把阿修罗的习性 牢牢地记住 并用来审视自己 做个比较 找自己的茶 若您是轻微版的阿修罗 那矫正会较快 因为污垢不多 洗一洗就好 但若您是严重版的阿修罗 过去是非常深入于 阿修罗的套法 那么您必定要花 比别人更多倍的心思 与努力才能回归亲近 这个过程一定会很辛苦 因为今年累月的黑购 不是轻轻地刷两下 就能完全干净 且必须忍受 刷洗期间的诸多干扰 与内心的煎熬 这道理也运用在 所有其他的外道院上面 如何矫正 就是要真诚忏悔 要多诵经 要改善恶习 要养成关正的习性 要接受他人意见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等等 忏悔的方式 小编都是利用下面的际语 往昔所造租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罪从兴起将心忏 心若灭时罪已亡 心亡罪灭两句空 事则名为真忏悔 华言经 要是您能够真诚的忏悔 后续的改正才有效用 很多人的外道院回向 不停的再补经文 履补履不通过 是因为不知忏悔的真谛在哪里 心性尚未导正 其实忏悔真的不难 会在用心 因为用心 才能够心服口服的认真诵经 不会边诵边埋怨 因为用心 才能诚心知道 并接受自己的恶习是什么 因为用心 才会认真努力实践 去养成端正的习性 因为用心 才能真正地接受他人意见 检讨自己 并调整自己的心态 正如一位师兄说过 宁愿现在辛苦 也不要未来痛苦 提早处理 您只需要辛苦一点点 但若不处理 当业力反扑 或是您继续 自意妄为 胡乱照业 深口意 那么往后 是无止境的 痛苦伸渊在等真名 除了现世 或好几世的 病苦折磨 尚有受不完的地府行期 您要辛苦 还是痛苦 取决于 您改变的决心 若此篇文章 对您有所帮助 那恭喜您 您消除阿修罗道不愿意 趁这次遇见 惊蛇的机缘 请努力精进 必定能尽早消除 早日洗白 若对您毫无帮助 那也没关系 不强求 凡事总是要随缘 在此与大家分享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感恩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师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劫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现世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一段271号 医生 都不疑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